哈喽今天的爱用呢大家千万别错过啊 每一个小东西都是能够帮你妆容去叠加buff 让妆容看起来更加精致的一些小东西 首先妆前的话那因为现在在广东 其实天气还没有说特别冷 但是我的皮肤已经比较干了 所以我用的都是这种面霜喷雾 像这个他们家的我也有用 这两个我自己是觉得用才差不多 无论是它的喷雾啊还是说味道 我觉得使用感都是差不多 反正大家觉得哪个便宜就去买哪个 就像现在这种天气我觉得用起来就很舒服 它就是既能给你做到滋润 然后又不会说过于厚重 那底妆的话我现在必须得用干皮粉底了 不然的话我鼻子这边就会起皮比较严重 我最近很爱的就是这一款 因为它足够润而且上出来 它就是又薄又透就像你原生肌肤一样 小缺点就是它的遮瑕力会略差一点点 然后纸妆度的话像我自己的话能够做到七八个小时 像车东粉底液我已经拍过专门的测评视频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接着就是我最近很爱的一块眼下定妆 它好像火了很久 但是我最近才买才get到它的好用点 它这个它不是说那种纯白的 它是带有一点点粉调的 就跟我们之前这个雪霜珍珠有点像 可以看到它会比雪霜珍珠再浅一点 所以它尚在眼下这块呢 它是有一个平整效果 而且是那种自然烹出来的效果 而且它因为是粉饼 所以它的细腻度会比这块腮红要再好一些 我用它上完的感觉 除了眼下这块被磨皮了之外 真的可以明显感觉到 它跟下巴这块的色差 而且用了它定妆之后的好处就是你后面去上别的腮红 它真的会显色一点 这块我记得它不贵 而且它足足有11.5克 这性价比真的绝了 接着就是我这个月的眼影盘 我觉得不说它们都说不过去的吧 真的太漂亮了 我最近就是理解韩美成为韩美 那这两盘眼影就是我成为韩美路上的垫脚石 首先呢是这一盘01喜欢蜜瓜配色的 这盘真的别错过 实在是太漂亮 太嫩了 我今天用的就是这一盘 而且它这盘里面三种不同的珠光质地 一种呢是这种比较粘密一点 然后呢一种呢是这种偏断光 然后又有一点点小闪的 一个呢就是这种爆闪的 就是三种质地能够满足你的眼妆需求 那这个爆闪我就很喜欢画在卧檀的地方 就超级亮 这盘就是你喜欢蜜瓜色的就赶紧去冲吧 接着04号这一盘 是我今年最最喜欢的粉色盘 它整一个都是这一种粉色调 但是它也有加一些深棕色呀 这种灰粉色来帮我们压肿 所以它上到眼睛上其实真的不显肿的 这盘我真的毫不怕用的时候 就上眼就是寒美的那个味道 超级的粉嫩可爱 这盘也是有三种不同的珠光质地 它这一颗爆闪颜色做的也很好看 但是有点小偏光的提亮卧彩眼皮都很出彩 然后就少不了我最近新常试的女团睫毛 这个上上去真的就是女团的那个味道 我之前是贴那种整副的 有时候就是容易贴的歪七扭八 还有那种单根的就贴起来很麻烦 这个就直接一只眼睛贴三醋 贴上去那个女团味就来了 无论是正面还是侧面看都很好看 我画韩系妆容的时候就一定会贴它 小缺点就是它梗会有一点点硬 你可以稍微柔软一点 其次就是价格有点贵 像我自己的话呢就是重复利用 卸完了之后把它弄下来再清理一下 下一次再用 接着就是我遇到我今年最满意的染眉膏 因为我怀孕之后就没有办法 漂眉了 它就能够帮我把眉毛染得又均匀又浅 而且定型效果又好 但其实呢我的眉毛是黑色的 这样子把眉毛染浅了之后 整个人看起来真的会温柔很多 就我最近都离不开它了 它就刷头很小 就是哪怕你是手残党都能够把眉毛给它染均匀 而且它不会蹭到皮肤上价格又很便宜 接着就是我觉得刮门要入的一块腮红 就是这个我是后知后觉才买的 它就是那种奶油蜜瓜 然后加一点点三文鱼的颜色 它整个颜色上内眼下不会说很重 然后它会透着一点点粉调跟橘调 就比例拿捏的特别好 上出来呢就是有一点点温柔 加上小可爱的那种 就如果你是用橘色系腮红不太好看 但是又想尝试一下蜜瓜色这种颜色的话 可以先从它入手 因为它橘调不会太重 而且我觉得它们这个系列的粉质 做的都蛮好的就是很细腻 最后就是我本月很喜欢的一个口红搭配 就是我现在嘴巴上的这个 我是先用这个MR2作为一个打底 这个颜色呢它就是那种比较裸的杏色 上在嘴巴上呢能够很好的 帮我们把唇色覆盖掉 然后让嘴巴看起来比较的丰满一些 像如果你不介意这种比较偏裸的颜色 其实你单涂它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你是想要有一点点气色的话 可以再叠加这一支16 这个16我觉得好好看 就是这两个叠加出来就是超级寒美的那种颜色 它是这种山楂红色 你就叠在唇中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们抿开之后 它们两个混出来颜色是不是就很好看 而且显得整个嘴巴就是柔柔雾雾的 又挺有立体感的 像这个16的话 大家秋冬也可以单独涂它 把它当做一个日常色来用 这个颜色也挺显白的 好了那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